近年来,中国作为好莱坞最重要的电影市场,众多大片通过各种方式寻求与中国的亲密接触,来花取景成了最好的宣传噱头。 此前,变形金刚寺已经在香港、重庆、武隆等地进行取景拍摄,吸引了无数国人的目光。 11月3日,好莱坞电影《变形金刚寺取景天津滨海国际机场》现场安保工作极为严格。 凌晨李冰冰完成拍摄工作,因为天气比较冷,李冰冰穿上厚厚的羽绒服和毛靴保暖, 与同剧组男演员交流,最后还主动地拥抱告别相当的友好,随后进入作家与五六名随行人员离开。